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伯君 from KOOFLY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 DJI 在昨天刚刚推出的两台无人机 Phantom 4 Professional 和 Inspire 2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Inspire 2 要出了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出人意料的是 DJI 在昨天居然推出了 Phantom 4 Professional 精灵的 P4P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Phantom 4 Professional P4P相比P4升级了很多很多地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来说一下它最大的改变 首先,P4P升级了避障系统 可以全方位避障 原来的P4只能前面避障 现在的P4不仅前面,后面和侧面都有了避障 让飞行的时候会更安全 还有呢,非常,我觉得非常Revolutionary的一个更新 就是它的相机 而且非常贵,比如说佳能的1DX2 那这个售价也达到了6000美金 对,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P4P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P4P的光圈呢,为F2.8到F11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比较黑的地方也可以拍的比较亮 或者是你可以拍一些比较有景深的航拍的画面 而且它可以超彩 超彩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拍5K的画质 5K的影片,然后输出为4K 所以这样呢,4K的影片会更加的细腻 更加的漂亮 那很多人呢,就在问这个P4和P4P的相机到底差了什么 一个呢,是U二分之三的这个感光元件 一个是一英寸的感光元件 我手上有一个这个运动镜头 它用的是GoPro Hero 3的这个感光元件 那我们一直以来,民用的就是我们到手即飞的这个飞机 一般都是用这种运动相机 它有的是自己生产的 比如P3,P3P,P3A和P4都是用一样的感光元件 那如果你想要Stat Bob Game 你想跟别人不一样 你想拍的比较厉害 你可能要需要用这一个 用这个云台 来挂载一颗RX100 就是Sony的RX100 这一个相机来进行航拍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非常大,非常重 你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挂载的飞机 P4P的推出改写了消费机无人机的历史 我们不再局限于用运动相机来航拍 而可以用更专业的相机拍摄出更美 更亮,更电影化的航拍作品 好,现在讲完了P4P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Inspire 2 Inspire 2它的更新 相比P4和P4P来说 它的更新更为大 那我把它规划为10项 第一点它更新的地方是 它采用了双电池 双IMU 双气压针和双电子变速器 和更好的马达螺旋桨系统 双电池大家都知道用两个电池 它也有这个Battery Redundancy 就是用一颗电池它也可以 好,说到外壳 原来我们的外壳是塑胶材质的 现在是铝镁合金外壳 和碳纤维的连接导管 连接管都是碳纤维的 第三 它有一个FPV的镜头 而且这个FPV镜头 抚养可以调 0到60度可调范围 而且这个云台有增稳 第四 就是我们的避障系统 现在有了前避障和下避障 分别的视角为60度和54度 最大侦测距离为30公尺 飞机可以在高达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准确的避开障碍物 Inspire 2的上面 还有一个红外线的避障 有效范围是5公尺 让Inspire 2在有覆盖的地方飞行 可以更安全 第五项就是Cinecore 2.0影像处理器 这个影像处理器可以更快速 更精准的处理X5S和X4S 这两个不同的相机的影片和照片 而且更轻量化 第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电池预热功能 那Inspire 1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气温太低 它电池会掉电 但在Inspire 2 它有内置70瓦自动预热功能 可以在任何的时候 将电池加热到5度 让在低温飞行的时候 可以更有保障 而且这个电池的预热功能 可以自动开启 或者是手动开启 第七点 飞行速度提高至108公里每小时 而且从0到80公里的加速 只需要4秒钟 够快吧 第九点 其实在第九点 我把所有其他的一些更新内容 全部放在这一点 第九点 它有更精准的操控 Inspire 2的遥控器 有经过改良 遥控器会更精准 而且在DJI GO App上面 可以调整飞机的飞行方式 让你的飞行跟想象的一样 一样精准 Inspire 2有Visual Odometry Technology 跟Inspire 1的单目视觉定位 比更加精准 更加有效 在无GPS的情况下 还可以非常精准的选定 云台有一键旋转功能 云台的减震球和减震板 也重新设计过 只有Inspire 1的一半这么种 所以云台的控制会更精准 同时 HDMI的输出 现在支持 不仅支持720p60帧的HDMI注出 还支持了1080i50p 这个转播的信号 所以连接转播台 就可以做实况的新闻 娱乐和体育赛事的转播 是不是很酷呢 好 现在来说到最让我最兴奋 最兴奋 最兴奋的 I can't describe how excited I am 第十项就是我们的X5S相机 OK Now Inspire 2有两个相机可以选 一个叫X5S 一个叫X4S 这两个相机分别有什么不同呢 X4S它的相机规格 跟精灵4 Professional的相机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细说了 现在我们来讲我们的X5S 这一颗神一样的镜头 X5S可以拍5.2K 30帧 12bit RAW 无损格式的 每秒4.2GB Cinema D&G的档案 Oh my God Think of it 我知道这个 这个规格的时候 It took my breath away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革命性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买一台 可以拍Cinema D&G 12B RAW 无损格式的5K的电影机 要多少钱啊 可能是要过百万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它的画质 Inspire 2的X5S这个画质 可以跟百万电影机相提论 它的画质到底有多好呢 DJI团队用Inspire 2拍了一部 微电影 那这部微电影的link就在下面 我放在下面 在Description里面 那这部电影所有的镜头 都是用Inspire 2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呢 在Inspire 2的发布会上 DJI的团队呢 就在华纳的这个Studio里面 在这个来参加发布会的人的面前 拍了一部电影 用了三台Inspire 2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Inspire 2现在目前支持8颗镜头 目前的焦段呢 转换成35毫米的焦距 为24到90毫米 所以说它从广角 一直到人像 焦段都有包括了 X5S除了可以拍CinemaDMG档案以外 还可以拍5K Apple ProRes HQ 422 和4K 4444 XQ No Alpha 真的是非常厉害 但话又说回来 很多朋友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因为他们要买的时候 发现了有一个许可重的东西 而且很贵 这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 如果你不需要拍电影格式 那你就不需要买许可证 它的相机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 比如说你要拍CinemaDMG格式 那你就要买一个CinemaDMG格式的许可证 用这个许可证 你就可以打开开启X5S 拍CinemaDMG格式的许可 那你就可以拍CinemaDMG格式的许可证 那如果你要拍Apple ProRes 那你就可以买Apple ProRes 这个比较便宜的许可证 你买了这个许可证以后 你就可以拍Apple ProRes的档案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个人的想法 希望You enjoy the video Right, until next time, see you 我是安博君 I'm from Q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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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rom QFly